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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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爺 你把我给忘了 你可真是好记性 是你吩咐管家 让我到你房里 伺候你起居的 爺的伤好了 就把我给忘了 我是开玩笑的 你说 我怎么能忘记我的紧缺呢 谁是你的 不是我的 那你说 你是谁的呀 我谁的都不是 我是我自己的 爷 生气了 没有 觉得你们两个人 太像了 像什么 刚刚你发脾气的时候 跟银哥一模一样 我们是姐妹 当然像了 怎么突然 便得不高兴了 我哪敢啊 爷 你的衣服换好了 该去用膳了 不用了 叫他们送进来不就行了 那好 那我吩咐人 现在给你送来 站住 我现在啊 改变主意了 让你陪我一块用膳 让你陪我一块用膳 爷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 别人会说闲话的 谁敢说闲话 就府里的人啊 我本来就寄人篱下 如果再跟爷牵扯不清的话 那人家该怎么想我 我先下去了 你一口一口叫我爷 服侍我 照顾我 但你心里面 从来没把我当主子看 是不是 爷 你怎么这样 你实在是太坏了 来 爷 什么事 爷 今天是桑园节 每年这天 大王都会邀请王公贵族 前往王公去赏花 爷 不能忘了吧 哦 还有这事呢 爷 那没什么事 我去厨房帮忙了 景雀 想不想跟我出去 见见失明 我去哪里 有些人 你把我回来 你把我回来 你带来 你把我回来 你带来 我去哪里 你带来 我来 你带来 我来 你带来 七巧机关 月儿 怎么样 父王 再给我几日 我一定可以打开其中机关 好 月儿 你可知道 能打开七巧机关的 整个九州不出三个人 如果你真的能打开 要记住这一顺序 或许有一天 你会有机会的 会有什么机会 等你长大后 我会告诉你 我心里就会负责 我心里就会负责 你会负责 你会负责 你不得责 你没负责 你不得责 你不得责 好漂亮啊 这就是大王住的地方吗 景确 大王的花园 比平侯府气派多了吧 才没有呢 在景确眼里 平侯府是全天下最好的地方 还是我们景确好啊 廷尉大人 司马和司空大人正在那边等您呢 他们已经到了 我正找他们呢 你先去吧 我随后就等 是 景确 你在这边赏花 我一会儿来找你 去吧 大王 大王 王公大臣都携家眷来赏花了 都纷纷问候您呢 好 让他们自己去玩会儿吧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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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抓到你了 你怎么那么漂亮啊 你怎么不飞呢 是不是你也觉得我很漂亮 姑娘小心啊 谢谢 跟你说了要小心啊 真是的 要是爷知道了 又该说我丢他的脸了 你是谁家的女爵 爷 她是我府上的丫鬟 没见过什么事你 让大王见笑了 哪里的话 我正想问这位姑娘是哪家的 有趣得很啊 还不谢过大王 谢过大王 来得正好 有事找你商量 是 退下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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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魂剑 这是什么 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 取魂剑是镇国的国宝 但也一直是我们镇国不传的机密 你可知这百年以来 镇国和陈国虽然是比连而居 边界之上摩擦不断 但陈国始终未能占得我们的上风 其中的渊源是什么 臣愿闻其想 陈国善火 而镇国善兵 陈镇两国虽然是兵火不容 但是也能够分庭抗礼 谁也不能占得谁半分的便宜 后来陈国一度封存了圣火 而我们的巨魂剑 怎么样啊 巨魂剑虽然是神器 但是持有者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所以镇国上几代的国公 早已经把这个巨魂剑 伸锁起来不再其用 没想到啊 这个巨魂剑还是被盗了 我只是担心这偷盗者 持有巨魂剑 反而会被此神器所吞噬 害人害己啊 大王放心吧 这巨魂剑只要没出隋远城 一定可以找到 那这件事情 就由你秘密地去查办了 是 王公们等了大半日 大王终究是没出现呢 我光顾着和荣荀说话了 把这事给忘了 好 大王 大王 关于巨魂剑之事 您问过荣荀了吗 我要是猜得没错 巨魂剑就是他盗走的 他亲口承认了 他怎么会亲口承认 他只是疏忽了 他说他从来没见过 不对 巨魂剑一直以来都是由我大哥家职守 也只有我大哥家的人才能知道 这个巨魂剑藏匿在何处 他要是坦荡 倒没什么 越是想撇清 越是有问题 大王对他如此宽厚 他却 冥顽不灵 也许他一直认为 是我夺走了他的王位吧 大王 那您想怎么办 巨魂剑 法力虽强 但是会推使人的心智 他荣荀想要 就让他替我保管着吧 如果大王膝下有子嗣继位 那荣荀不会像现在这样张狂 说着说着就绕到这个话题上来 老奴 这是担心 行了行了 后宫那些夫人们 千篇一律的斗争争宠 我实在是毫无兴趣 只要大王喜欢 什么样的女子 找不到呢 倒是有一人 我今天看着 很有意思 不知大王 相冲了哪家侯爷的小姐了 是荣荀身边的一个贴身丫鬟 荣荀带着贴身丫鬟来王宫 这样就 关系非必寻常 不要啊 你说 如果我开口 向荣荀要这个丫鬟 他会怎么想 如果他愿意将自己心爱的女人送给大王 那说明他还是对大王有敬畏之心 错 他为了得到姑的信任 居然将他身边心爱的女人也拱手相送 让给了姑 图谋不轨啊 大王高明 即人之善 妄人之恶 失去的越多 才会得到越多 就看荣荀知不知道这个道理了 你是说 大王看上了锦雀 这是锦雀姑娘的福气啊 大王整日忙于朝政 已经很久不曾对女子留意 昨日闪花 虽然只是惊鸿一瞥 可大王却是念念不忘 所以 所以既然大王看上锦雀 我怎么可以不给呢 大王只是派小的来 问问廷尉大人的意思 大王从不夺人所好 如果廷尉大人不允 大王也说了 从不计较 哪里哪里 放眼我们整个政国 哪一样不属于大王呢 况且一个小丫头 烦请薄瑶大人 回禀大王 择日期 宋锦雀进宫 既然这样 那我现在就回去 回禀大王 还要谢谢廷尉大人 成全大王的美意 不必客气 请 宋柏瑶大人 躲在干什么呢 规规碎碎的 还不出来 爷 我看你在跟人说话 所以没敢打扰你 该服药了 别和上次一样 酒伤还没好 又给我添心伤了 才不会呢 走 伸下去 哎 哎哟 怎么了 弄疼你了 没事没事 瞧你 用毛手望脚的 别和上次一样 你怎么啦 没事 爷就想 好好看看你 后爷有令 令你即日回府 有钥匙 姑娘可以随便看一下 硬哥 你怎么哭了 爷 我打碎了你最喜欢的杯子 起来吧 杯子碎了也有什么关系 可是 来 起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个杯子吗 这是我最爱的颜色 青蓝色 就像看到天空最美的颜色一样 我还记得在塞外的时候 只有天空是这样的颜色 我们的日子最好过 不用挨动 不用受恶 所以 每次看到这样颜色的天空 我的心情就会好起来 跟你给我的感觉一样 如同看到了 青蓝色的天空一样 这个杯子多少钱 我要了 对不住啊 这个杯子啊 已经有客人订了 不能卖你 我出十倍的价钱 姑娘 真不是我不愿意做你生意 咱们这店里的瓷器啊 都是客人自己烧造的 姑娘要是喜欢 也可以烧制一个 送人自己留着 都是个念想 那自己烧制 需要多少天 三天 好 我要一个一模一样的 银哥还没回来吗 那边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传书给他让他即日回来 赵礼应该回来了 爷 爷 大王给锦雀下的聘礼已经到了 师礼师礼啊 请要博妖大人亲自前来 荣荀可不敢当 廷尾大人客气 锦雀姑娘虽是贵妇的丫鬟 但是嫁入宫中就是夫人 婚礼事宜 小的必然会亲力亲为 有了大人了 这是大王的聘礼 这是礼丹 好 就搁这儿吧 不知廷尉大人何时送 锦雀姑娘入宫啊 大王要的人自然不敢怠慢 只是一进宫门 锦雀姑娘怕是和家人再也难以团聚 所以她提出了与亲人见赏一面 我想既然是大王要的人 自然这要求也不过分啊 你说是不是啊 这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 请问锦雀姑娘是要见谁啊 她的一个姐姐 我已派人把她接过来了 恐怕需要一两日 烦请大人帮我向大王通报一声 既然如此 那我就禀报大王 多谢 告辞 请 宋伯瑶大人 请 去打听一下 鹰阁那边什么状况 让她立刻回府 是 这边的新闻 词 看什么呢 这么如是 爷 寂寞深归 柔长一寸 愁千缕 我们的锦阙也懂得哀伤了 都什么时候了 爷 你还拿我说笑 好了 别哭了 到底怎么了 都怪爷 要不是那天爷非要带我去宫里 我也不会被大王看上 也不会这么快 就要离开侯府 离开爷 让大王看上有什么不好 是吧 多少王公贵族想要把自己的女儿嫁去宫里 大王竟然看上你这么个丫头 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有什么好高兴的 谁想嫁谁去嫁 为什么偏偏是我 那 你想要什么 我 我就是不想离开这儿 那你是不舍得王府呢 还是不舍得我 我没心思跟你说笑 我一进了宫 不知何年何月还能见到 侯月和姐姐 想姐姐 好 我离明大王 把你们俩一起送进去 爷 还是 不舍得我吧 你就 承认吧 我也已经习惯有你在身边 我也不舍得你走 可是亡命难违 有什么办法 别担心 总会有办法的 你总算回来了 爷都等着急了 我这就去见他 阴哥 爷说了 现在不见人 那好 我晚点再去找他 怎么了 没什么 你先去休息吧 那这两个字啊 就是 紧缺 紧缺 那这行字又是什么 你先去找我 谁 是我 姐姐 你回来了 爷要是忙的话 我一会儿再过来 姐姐 我们没什么事情 你们先聊 林雀 你先回去吧 我跟你姐姐说点事情 这一趟可顺利 怎么才回来 事情办得不顺利 所以就回来晚了 正好 有个事情 我要和你商量 姐姐 姐姐 你到底怎么了 你好手段 是吗 也要我嫁给大王 这是最好的办法 为什么会是我 因为你是我们龙家 最好的杀手 你是我一手培养的 你也是我最信任的人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要把我送出去 对 难道 不是因为进去 不是因为你想把它留在你身边 不 英格 我跟你说过 这件事 只能你去办 紧缺不行 你不要忘记 你是我最好的杀手 只能服从 所以 所以 也就不需要顾及我的感受 在你心里 我就只是个工具 对吧 我说过了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是我最好的杀手 如果也没有其他的吩咐 我就先走了 等等 手里面拿的是什么东西 没什么 不重要的东西 我对你痴心一片 你何曾在乎 姐姐 我不想见到你 你出去 姐姐 你出去 我知道爷跟你说什么了 你又为什么不骂我 你一定在怪我 对不对 你一定在怪我 是不是你们两个的主意 不是的 姐姐 我真的不想这样的 你答应过我是吗 你说 你答应过我什么 姐姐 我知道 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 可是我是因为有姐姐 才能活到今天 我怎么会让姐姐替我入宫呢 我去求侯爷 一定会有办法 一定会有办法的 你去求侯爷 你凭什么去求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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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他对你好 就是因为他喜欢你 不许可侯爷 保险你 你只要求侯爷 你要我怎么做 你到底也想让我怎么做吗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吗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吗 我不想见到你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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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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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爷 寿宴按照往年的惯例 都安排妥当了 西班和以前一样 请了八合会馆的角 只是这寿宴 怎么了 就按往年的办就是了 侯爷 您官卖廷位以后 承接了很多贪官无力 朝野上下 也得罪了一些人 许多官员已经表示 表示什么 表示不来喝手了 这些小肚鸡肠之人 无所谓 照往年的规模办 他们不来 就放宴出去 放给百姓吃 侯爷高明 这样既可以让百姓 与侯爷同喜同乐 又赚了口碑呀 说得好 你下去吧 是 爷 你不能这么做 你不能让姐姐嫁给大王 他不进宫 你就进宫 看样子 你想做王的妃子 你明明就知道 我不是这种贪图富贵的人 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了 好了 别哭了 瞧你哭成这样 我会心疼的 爷 你能不能不让姐姐入宫 您这样 置我于何地 静缺 你可知道 你是我什么人 爷的丫头 那一个丫头 可以叫主子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可是 我是很疼爱你 你也可以不要这些疼爱 可你要想好了 一旦你失去这些疼爱的话 你就跟院子里的丫鬟 别一无二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爷 你怎么这样 好了好了 别哭了 音歌的事不归你管 你也管不了 可是她是我姐姐 我怎么能不管她呢 这样吧 你也别担心了 回头 我再想想办法 真的 当然是真的 那我先去做事了 真好啊 好啊 好啊 我先去 Donald Trump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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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ő 啊 啊 更忙日 Ernes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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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啊 啊 ž 啊 我们去那边 爷 你看那个 真漂亮 真好 姐 进去 你没事吧 没办法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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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别跑 别跑 跑 别跑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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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跑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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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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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